宜蘭縣位在地震發生頻繁的地帶 消防局為了加強民眾的防災嘗試以及應變能力 今天舉辦的宣導以及體驗活動 吊派的價值千萬元的地震體驗車 模擬各種地震強度 讓民眾來感受天災的可怕 今天在宜蘭丟丟黨的廣場 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排隊 等著體驗地震的威力 從剛開始的一兩級到後面的五六級時 民眾已經快要撐不住 差點從椅子上掉下來 所以民眾感受到地震的可怕 進一步也了解如何防範 同時也是給小朋友很好的機會教育 你會覺得很快要不要再往上 不要吼 那我們就慢慢減速了 覺得咧 很恐怖 如果是真的地震會很恐怖對不對 對 那地震來要怎麼樣嗎 先躲起來 感覺很好玩 好玩 有學到什麼 有學到地震真的很恐怖 要小心啊 要防範 防災宣導啊 消防覺得還不錯啊 帶小朋友來這一框框增加姿勢啊 體驗什麼 體驗地震啊 對啊 還有加些那個防災的姿勢啊 要這個消防 吃火怎麼辦啊 消防局表示 依然現場場發生地震 連帶也會引發火警 所以透過實際體驗 跟救災狀變的展示 還有火災應變宣導 來加強民眾的防災努力 地震會引發的一個海嘯 或者是火災啊 火災啊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啊 這利用啊 我們地震廣廣場啊 來做一個防震 防災的一個宣導 讓民眾來提升他的一個防災的意識啊 那這一次的活動啊 我們有防火宣導 還有啊 各種器材的一個搶救的展示啊 還有尤其啊 我們從台北啊 要用一部地震體驗車啊 來讓民眾實際體驗啊 地震的一個災害的一個震度啊 來提升他的一個進捷 而這部從台北市調派來的地震體驗車 別以為它很普通 市價可是超過千萬 完全不輸給超級跑車 宜蘭新聞記者張莉菱 採訪報導